财政部为了奖励营业人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并积极配合政策使用电子发票 111年度评选出开立统一发票机优营业人 其中玉里基增所特别表扬了 富里乡的花东致敏有限公司 在去年期间开出了25000张的电子发票 配合推行使用电子发票 为了多鼓励民众以及店家使用电子发票 财政部特别办理了评选发票机优营业人 玉里基增所表示 南区地区获奖的店家 是富里乡的花东致敏有限公司 开立的电子发票张数是很多的 每年都开很多 然后会造成就是说 我们整个政策的一个减纸绳纸的这一个部分 那希望说民众能够消费者 那个索取统一发票 那那个我们的营业人诚实的开立统一发票 电子发票 尤其现在走上那个电子发票的话 就是直接存在载具啦 然后就输入账号 然后就可以直接对讲这样子 获奖者除了诚实开立统一发票或电子发票 并且依法缴纳税捐外 最近两年需没有违章欠税记录 同时也没有违反环保劳工 以及食品安全卫生等相关法律情形 它是在我们几我们的列册的清册里面 是使用化统一发票的张数 电子发票张数是在去年的话就接近两万五千张 而且它就是说非常致力于这样子一个电子发票的一个推广 那当然就是说它非常的机忧 所以被我们选上 跨通知名有限公司在去年期间开出了两万五千张的发票 并且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或者电子发票 以及配合政府重要政策不遗余力 善尽社会责任 西侦所也呼吁请营业人能够配合推动电子发票 建立一化纳税环境 其使产业再升级 记者高雄双福利箱采访报道